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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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吃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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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下也夠大 嗯 吃東西 吃東西 是 三十五多 三十九多多的 我的部里两十一三十七多多 我的部里两十一三十七多多 我的部里怎么弄电子体温机 两十一三十八十八 哇操 三十八十八 跟昨天我一样三十八十七 我好操心 你夜来三天打三斤屁屁 打屁股今天打一斤就好了吧 一天打两次 今天要打一次 打一次 好运气 下雨 那还好 先来做个皮试 还要打个屁股针 好运气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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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气 还有一大小小小小 modig 嗨 终于回来了 昨天晚上给他冲凉的时候 身上就有点热 我以为是刚冲完凉 然后身上有点热 是正常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还是感觉身上热 就不对劲 我就给他来量体温 量体温就发现有37度2 后面就找医生 拿那个药 推烧药嘛 对面旁边这里 两个医生都不在家 然后就跑到我爸那边去 拿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推烧药回来 吃了之后 10点多 吃了一次之后 没到半个小时 烧就推下来了 到早上凌晨4点半 我摸了一下 又发烫 一两体温38度7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一直摸 看他有没有发烧 结果到晚上4点多 就发烧了 发烧又为了 那个推烧药 吃了之后 白天就没烧 没烧到中午 到今天中午 他睡觉起来 我感觉又有点烫 一两体温又是37度多 然后吃完 在我爸那边吃完饭 就赶紧又跑到医生那里去看 其实说实话 我怎么都没想到 4个月大的小孩子居然能感冒 能发烧 其实像一般这么小的小孩 都不会感冒发烧这些 可能也跟这几天家里 就是婆婆过生 这几天在家里 有人感冒的原因吧 可能是传染的 也有这种可能 然后去到那里 医生说这段时间 就说流感很严重 特别要注意 其实说实话 长这么大都没感冒过 这一次感冒真的是 把我家那个都吓傻了 没想到这么小的小孩 都能整感冒 尤其那个医生又说 这段时间流感特别严重 他说 这段时间流感就说 去医院住院的 回来的又感冒发烧 要的都有 所以说特别特别要注意 今天今天的话就在那里 打屁股针就打了五针 在医生那里打屁股针打了五针 然后包上就是还还做了那个皮饰 手两个手都做了皮饰 加上做皮饰的话 一起打了七针 真的是长这么大 有时以来哭的最多的一天 就是今天了 哭的最凶最多的一天 真的 哭的他哇哇的稀里哗啦的哭 伤心的很 就是中午的时候打了三针屁股针 下午刚打了屁股针 回来的打了两针屁股针 医生说要连着看三天看怎么样 这么小的小孩感冒了特别特别要注意 你说尤其是小孩子感冒 他就只会哭只会闹 又不知道说哪里不舒服 今天医生又看了一点药回来 看吃的药会不会好一点 不好的话就说的是要去看三天 反正就是明天再去看呗 看好了再说 我